我们从梵高出来 我们现在去看看爬虫展 然后我们现在刚买完票 梵高的票呢 大家可以贴在网上买 可以我把连接地址给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不光是OC有 那San Diego呢 Biffle Hill都有 梵高呢 在网上买会比较便宜 现场买呢 我买的是两张 就要一共要150多块 而如果在网上买呢 就是差不多100块 要便宜50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选一选 我们现在去看爬虫展 爬虫展就很便宜 只是9月这个周末有 11号12号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 然后票就14块钱 但是因为疫情呢 之前都没有开 它基本上是每个季度一次 如果在LA County呢 很多时候在Promona 在Orange OC这边呢 基本上是在Anaham Center 如果大家来的话呢 也可以贴在网上买票 票呢 应该是4块多钱 大家如果喜欢这种爬虫的宠物呢 其实是可以来看一看的 因为这里面呢 很多爬虫的宠物 比您在网上买 或者去虫物店买 又便宜 因为他们都可以讲价 你看那个什么 T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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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看起来呢 没有那么恐怖 有时候也是蛮温顺 蛮可爱的 但是对于蜥蜴呢 这种东西呢 我一直没有什么兴趣 我就没养过 如果您喜欢这种爬虫 比如说 鹿迪龟啊 蜥蜂蛇 变色龙 您都可以来这个展 这个展上都有 在我们视频里呢 有很多小孩子 都去主动的去摸这个蛇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因为其实这种东西 它是不会咬人的 当然呢 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养这种蜂蛇的话 要不要拔掉它的牙齿 其实是不能拔的 如果拔掉牙齿呢 蛇就会因为生病而死去 因为蛇呢 大家都是从小养的 从小养呢 它会熟悉人类的气味 从而就跟养它的人 关系会比较的好 我一直想在家里的后院呢 养一只陆地龟 养一只汉龟 因为之前 待客人看房子的时候 我就看过有一家 在院子里养 觉得特别的可爱 但是后来一听养这个龟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门道 我觉得自己平时又没时间 所以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当然这里呢 也有很多卖有毒的宠物 比如说那些 我们看到的毒蜘蛛啊 蜈蜈啊 这些 养这些呢 大家一定要小心 因为我知道很多 喜欢这些的人 家里是常被一些血清的 而且就像我们视频里 拍的那些毒蜘蛛 它的毒性没有很强 但是如果说养毒蛇 或者养那种毒的蜈蜈 家里一定要被血清 大家一定要注意 今天我们看完了梵高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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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看完了宠物卖爬行的 卖很多蛇 其实之前我自己养过球蜗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自己没养好 然后死掉了 球蜗是特别可爱的 是埃及发老 吃老鼠的 特别特别温顺 包括就是我刚才抱了一只都六岁了 而且他长不大 都六岁了都不会咬人 所以如果大家想养蜗蛇的话 我是推荐养球蜡的 那好吧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欢迎您收看 小宝明天在美国 拜拜